金山湾区乔交中心在11月27日在圣塔克拉市的状元楼举办了一场热情洋溢的年终感恩纪经验分享会 包括义工、乔领、TCML代表以及国际青年青山大使指导老师等100人参与 感谢我们志工团的所有团员在这一年来对于有多的努力付出贡献 那对于乔交中心有很大的帮助 金山湾区乔交中心是乔会设立以来是16个中心以来是第二大的中心 一直致力于提升我们的乔务服务的品质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高预历团长还有当年许多许多的我们的乔领热心的奔走 成立了志工团 百人志工团撑起了整个乔务中心的服务 志工团分组值班 包括柜台接待 图书馆业务服务及即将恢复行动领务方面的工作和协助 志工团团长高玉丽分享了他在志工工作中的心得和感受 并向每位一宫置以深深的感谢和祝福 非常感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去替大家的服务 也因为这样子我学到很多的待人主事 我是永远心存着感激乔介给我这个服务的机会 会中 朱永昌和庄雅淑向所有志工颁发感谢状表扬他们的杰出贡献 乔务委员吕玉珍 王龙文 李汉文 李文雄 魏德珍 吴怡明 及北加州台湾会馆理事长叶俊雄等纷纷出席 为志工加油和鼓励 活动在欢乐的氛围中进行了抽奖 为整个活动画下了美好的据点 感恩年终既经验分享会 不仅凝聚了参与者的情感 也让每位参与者更深切体会到他们的参与和奉献 让金山湾区乔交中心成为海外乔包温暖的家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